首先来看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互相打击对方境内的目标 双方冲突的在陡然升级 真主党方面宣布第一阶段的袭击取得了成功 而以色列方面又表示这不是故事的结局 真主党方面为何会突然动手 中东局势是否会失控 当地时间25号凌晨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分别向对方发起空袭 离异局势骤然升级 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娜 阿卡等地 及其占领的戈兰高地密集拉响防空情报 我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城市 是20公里从以色列与黎巴嫩线 在这里的人在这区域 在这些压力的尘埃罗 你能看到在这家里 在这里的尺寸 在这里的尺寸 有些固定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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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近乎每个房子 在这些城市 我们来到那即rijed 到五分 dont成熟 到三分里 近三分之后 掉了 yes 他そう公里 在那森上 我�В火 这个外观 出现尽 когда我来到 本土首备司令部发布对特拉维夫 及以北地区的民众防御指南 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海滩关闭 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部分航班一度取消 而在黎巴嫩一侧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 以军空袭对离南部房屋 农作物和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特别是电力和供水系统 也在离南部引发了大范围的灵火 这是自2023年底 离乙冲突开始以来 猛烈的一次空袭行动 黎巴嫩边境居民 对当前局势升级感到恐慌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些民众为了安全 已前往首都贝鲁特 黎巴嫩真主党25号宣布 当天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袭击 目的是报复以色列暗杀 该组织高级军事指挥官 舒库尔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 纳斯鲁拉表示 真主党当天发动袭击的首选目标 是距离特拉维夫1500米的 古利洛特基地 距已临时边界约110公里 该基地属于以色列情报部门 真主党随后向以色列北部和戈兰高地 发射了超过300枚火箭弹 目的是消耗铁穹系统 以军25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事先侦查到黎巴嫩真主党 将于早上午时 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袭击 随即在此之前 对黎巴嫩境内目标 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 以消除威胁 秦军称 这次打击行动出动于100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 击中并摧毁离南部数千个真主党武装火箭弹发射桶 这些发射桶大部分瞄准以色列北部 有些瞄准以色列中部 以色列还发射了多枚铁穹拦截导弹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5号宣布 以全境进入48小时紧急状态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则驳斥了以色列方面 有关先发制人行动的说法 称离真主党设定的袭击时间是清晨5时15分 在此之前 真主党的所有发射阵地并未遭到以色列方面的袭击 纳斯鲁拉还表示 真主党将保留继续回应的权利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25号表示 以色列是在发现黎巴嫩真主党计划 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后 才袭击了黎巴嫩 以色列是在行使自卫权 对全面战争不感兴趣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安全内阁会议上强调 以方将继续坚持 谁伤害我们 我们就会伤害他们的原则 当天早上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先发制人的打击 不是故事的结束 对此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发表声明称 黎巴嫩真主党25号的回击 删了以色列政府一记耳光 并向以方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及其针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的恐怖主义 其罪行不会有罪不罚 以色列不会实现其目标和侵略计划 以敌双方交火近来更趋激烈 以方已批准对黎巴嫩发起地面进攻的作战计划 外界担忧 离乙冲突升级为战争 有分析人士指出 此次相互突袭令离乙局势更加复杂 双方威慑的规模较以往明显扩大 接下来 局势走向仍待进一步观察 而黎巴嫩媒体东方今日报认为 真主党第一阶段报复行动 没有针对以方民用场所或公共基础设施 其使用的火箭弹给以方造成的损失不大 袭击不足以引发大规模战争 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各自目前的表态 双方对结果都是满意的 双方也都表态说 这一轮报复就这样可以结束了 但是双方又都留了一个口子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说 未来评估如果说没有对以色列形成有效的打击的话 还会进一步打 以色列这边也说 他跟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还没有最终结束 也就是说这一轮冲突大概已经结束了 但是黎巴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还没有解决 黎巴嫩真主党还要持续对以色列进行打击 来撤影和支持哈马斯的行动 那么以色列还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 要把黎巴嫩真主党从黎巴嫩边境往北港 来解除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胁 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升温之际 为宣誓美国对以色列坚决支持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5号宣布 在中东地区部署亚伯拉罕林肯号 和西奥多罗斯福号两个航母打击群 当天奥斯汀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话时重申 美方坚决支持以方应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威胁 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两个航母打击群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上周抵达中东地区 本应替换在阿满湾执行任务的 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法新社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说 真主党25号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和无人机 美军虽未直接参与拦截真主党发射的武器 也未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打击 却帮助一方追踪真主党发射物的路径 以色列方面的打击行动显然是以广泛的情报为基础的 打击的规模也清晰地展现出了以色列的军事力量 由于担心冲突升级 过去几周美国也一直在增加其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 美国已向中东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美国还部署了佐治亚号潜艇 可以装备多达154枚战斧巡航导弹 虽然它的确切位置是保密的 但它配备的巡航导弹很可能主要会被用在 打击伊朗的固定陆地目标上 因此在阿拉伯海作战可能会有战略优势 以色列是该地区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大国 因此它自主应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应该没有问题 舆论注意到美国政府明明以实际行动 为以色列站台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却又宣称谋求给局势降温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24号开启中东之行 声称专为缓解地区局势而来 据以军消息布朗25号抵达以色列 与以军总参谋长贺奇哈莱维会晤 台看局乌方的消息 26号乌克兰15个州遭到大规模的无人机导弹袭击 多地的能源设施受损 外媒称随着乌军攻入 俄本土库尔斯克导致局势的升级 双方后勤的攻防战进入到了白热化 当地时间8月26号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通报称 当天15个州遭受俄罗斯大规模袭击 俄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武器 无人机以及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型导弹 乌能源基础设施是此次俄军袭击主要目标 乌多地能源设施受损 袭击发生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方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 攻击俄本土目标 有分析认为一旦美方解禁 乌军便有能力对远离俄乌边境的俄军用机场实施打击 抵消俄军的空中优势 以便能够长期控制在库尔斯克州占领的俄罗斯领土 俄罗斯与乌克兰24号交换被俘人员 双方各向对方移交115名被俘人员 这是乌军进攻额库尔斯克州以后 双方第一次互换俘虏 当前俄乌冲突已进入消耗战 双方正集中火力在顿涅茨克库尔斯克和克里米亚方向 扼杀对方的关键后勤补给线 当地时间22号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称 高加索港口遭乌克兰导弹袭袭击 一艘载有油罐的渡轮被击中后沉没 卫星照片显示 沉船附近还有多艘小型船只可能在爆炸中受损 通往港口的部分铁路线也遭到破坏 乌克兰海军承认对此次事件负责 发言人德米特罗普列腾丘克表示 这艘渡轮是俄罗斯军事后勤最重要的链条环节之一 美国动力网站称 这将严重影响俄罗斯向克里米亚半岛等地的攻击能力 自2022年10月 乌军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袭击后 俄罗斯逐渐放弃通过克里米亚大桥铁路运输军事装备和燃料 转为海运 分析认为乌克兰希望通过摧毁这条海上燃料通道 以削弱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南部的俄军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在顿涅茨克方向 俄军的进攻重点也瞄准了乌军的主要后勤枢纽 斯维利多诺夫卡 热拉诺耶 煤热沃耶 阿尔乔莫沃和诺夫哥罗斯科耶及纽约镇已经解放 这些居民点都位于顿涅茨克 此外还有波克罗夫斯克 这是一个重要的煤炭工业中心 在顿涅茨克的地图上 它被称为红军城 俄军向城市的推进是迅速的 战斗在距离城市几公里的地方进行 俄军部队已经出现在新格罗多夫卡和红亚尔 乌克兰政府明白 失去波克罗夫斯克只是时间问题 那里的乌军战线正在分裂 据俄媒报道 当前巴赫木特以北地区 是俄军重点突进方向之一 这是通往斯拉维扬斯克和谢维尔斯克的战略方向 在进行了近一分钟的飞行后 无人机发现了乌军阵地 双方相距仅约一公里 此前俄国防部宣布 俄军已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 拖列茨克最大的居民点之一 重要后勤枢纽 诺夫·戈罗茨克耶 又称纽约镇 俄罗斯观点报报道称 纽约镇不但是乌克兰精心修建的坚固堡垒区核心 同时也被称为康斯坦丁诺夫卡南边的盾牌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整个顿涅茨克军事集群 从恰索夫亚尔到红军城 又称波克罗斯克的主要补给点 直运点和集结点 The war, frankly, Russia is still on the front foot It's a grinding war of attrition They're pushing forward Putin's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Looks like their main priorities Are down to the south to secure Crimea Then this land bridge in red Up to the Donbass And then the whole of the Donbass The one bit that they don't have at the moment Is this area here And that's why the Russians are pushing hard At Pogfrovsk of Toretsk And seem to be pushing very hard What's interesting, winter fighting Generally subsides Russia's got up between 10 and 12 weeks before that It looks like they're pushing full throttle To try and take that And then potentially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y might want to be ready to negotiate 随着双方后勤攻防战白热化 西方正扩大介入冲突 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 英国24号最新接收一批乌克兰士兵 进行作战培训 We're teaching Ukrainians to use rifles to shoot better, to shoot straight and to shoot at distance We're teaching them counter explosive ordinance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s protecting themselves from the threat of minds which are clearly prevalent highly prevalent now in Ukraine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25号报道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24号抵达乌克兰 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 杜达承认移交给基辅的坦克 参与了乌军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攻击 同时承诺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 不过有分析指出 由于坦克等重型装备 对于后勤供应的要求很高 包括关键的燃料弹药和零件等 因此后续乌军在俄罗斯本土的攻势 仍然难度较大 根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的报道 早先乌军发动越境攻击的精锐部队和大量武器装备 事先就是被悄悄运到了与库尔斯克接壤的乌克兰苏梅州 如今这里仍是乌军对库尔斯克方向发动进攻的主要物资和兵力集结点 也正是看到了苏梅州在后勤方面的关键作用 俄军频繁出动战机 对于该地区的乌军中转战发动空袭 好 再来看到近来北约多国相继向日本周边派出舰机 意大利的加福尔号航母日前停靠日本横须贺基地 北约染指亚太事物的迹象正在不断增强 最新加入北约在亚太部署的是意大利航母加福尔号 8月22号加福尔号航母停靠日本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 在前端向上翘起的甲板上 除了F35B隐形战斗机之外 还停放着钥匙2攻击机 空母は本来海の上の航空機種という役割を担いますが カブールの能力はそれ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というのは一緒に横須賀に入港したフリゲート アルピーノの手法と同じ大砲を前後に一門ずつ備えています 敵を威嚇し抗戦する大砲が装備されている空母は 世界でもカブールだけでしょう また車両を出入させる大きなドアがあり 艦内に戦車を20両以上搭載できるスペースがあるとされていて カブール単独でも戦闘能力を持ち合わせているかのようです 意大利加福尔号航母于2004年下水 全長236.5米 满载排水量仅于2.7万吨 在抵达日本之前 他还与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在关島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演習 之后 他还将与日本海上自卫隊一起进行反潜訓練 加福尔号航母战斗群指揮官称 停靠日本 是要展示北约有能力在任何地方投射軍力 据共同社报道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也于同意时期访日 争取在日裔英三国开发下一代战机等防卫领域深化合作 报道还称 日裔两国政府6月同意启动自卫队与异军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谈判 另一方面 一艘造型奇特的迷彩船 8月出现在冲城县的美军白滩基地 日媒分析认为 美军除了与北约各国 一道展示威慑力之外 似乎还在准备部署隐形力量 近来北约多国相继向日本周边派出舰机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展联合训练 此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连续三年出席北约峰会 这些事实表明在美国的鼓动下 日本不断加深于北约的勾连 积极扮演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的推手 将给亚太战略安全环境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美国的雨衣下做一个东亚地区的军事强国了 而是想借着与北约的合作走向欧洲 扩大自己在全球的政治军事影响力 另外我们要看到就是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 日本追随美欧对俄罗斯采取严厉的制裁举措 引发了日俄关系的高度紧张 日本向北约靠拢也有寻求安全保障 或者说抱团取暖的意思 北约都一再渲染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 这个就表明北约的野心早已经不再局限于欧洲了 而是向全球扩张 并且将亚太地区作为它的重点 当然同俄罗斯矛盾计划之后 北约也需要拉拢外部势力壮大与俄罗斯对抗的声势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美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将日本与北约定位为 西太平洋和大西洋同盟体系的两大基石 当然希望二者能够团结起来 替美国分担战略压力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24号指导朝鲜无人机性能试验 并指示尽快部署军队 韩方称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 据朝中社26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24号视察国防科学院无人机研究所 现场指导无人机攻击性能试验 报道指出无人机的任务 是在陆海等不同打击区域内攻击敌方目标 参与试验的各种无人机均按照预定航线飞行 准确识别并摧毁了指定目标 金正恩表示 研发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并不断提高其战斗性能 是战争准备的重要部分 他要求加大无人机研发生产和战斗应用试验力度 尽快将其配备人民军部队 韩国军方称这是朝鲜首次公开自杀式无人攻击机 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 当天 是韩美联演以支自由之盾的一环 包括韩军F-35A F-15K KF-16战斗机 以及美军A-10攻击机等 共60余架军机参加 韩美两军将在演习中发射巡航导弹和远程炮弹 并动用无人攻击机演练在地空同步应对敌军挑衅 美韩以支自由之盾联合军演19号开启 将持续至29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